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來這裡講這個 我個人非常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 雖然說路途很遙遠 但是我相信這是 在這個議題上能夠讓更多年輕人知道 這是我很樂意做的一件事 當然我的分享也歡迎大家的交流 畢竟每個人的一些看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有更多的對話 那是很棒的事情 東雷亞學習應該是大家滿陌生的一個學習 即使我們自己的學生都常講說 別人都會說這個戲到底在幹嘛 搞不清楚這個戲在讀什麼 很多人直接想就是讀語言等等 那沒關係就是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部分東雷亞學習在做什麼事 那當然跟今天的議題是高度相關的 我想這個地圖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對不對 這是世界地圖大家都非常熟悉 當你看到世界地圖的時候 你最會注意到的是什麼樣的地方 你的腦海裡面必然會出現一些你向往的 你熟悉的 那往往你熟悉跟你向往的可能是很接近的地方 那我們再看下面這張地圖 大家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如果你不要仔細看那些字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熟悉了 這個區域主要是東南亞 那大家知道 右上那個紅色的部分跟台灣是非常非常近的 那台灣現在有非常多的移工移民來自菲律賓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我們非常近的鄰居 但是在剛才那個世界地圖裡面對大家來講 它可能是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所以我們常稱東南亞是我們最陌生的鄰居 或是最近的陌生人 但是其實有百萬人住在台灣跟我們住在一起 那從世界地圖到東南亞這個地圖 大家思考一下 為什麼你對這個區域是特別的生疏 或是對剛才那個世界地圖的某一些角落 你特別的熟悉 這個大家想一下 OK 那我要先舉一個例子就是 這是最近發生 尤其是發生在重大的事 因為我在政大舉辦這個活動 我就順便提一下 前一陣子提到說外文系太多了 要改成這個東南亞小語種學系 為什麼東南亞學系 東南亞語叫小語種 大家思考一下 那這個外文系通常你想到的是什麼語言 大家也思考一下 由東南亞語系轉成東南亞語系 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嗎 我們都不用思考一下 原來英語系的老師要跑到哪裡去 都沒有思考 隨便就講話 不管是台大哪裡啊 大家都講類似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因為現在很多英語系 大家覺得太多了 東南亞語系太少 幾乎沒有 根本沒有 好 那我也到了參加30年同學會的年齡了 30年就是小孩大了 沒人移了 家事變少了等等 所以就很多30年同學會 30年同學會大家一開始都很激動 然後就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 你們還沒到這個年齡 沒有辦法體會我現在的心情 但是呢 總之大家就是要拿一些照片 讓大家認識你的家人 所以就會有power point 最多呈現在我眼前的就是 全家福啊 在維也納啦 還是單身啊 在布拉格 單身變成一種很優越的一個 privilege 然後小海盜被海盜滑雪啦 還有那個最酷的走出智庫 大家很久的家庭的 跑到這個北歐閃 閃耀的這個極光等等 我聽了我看到大家有些羨慕啊等等 我是覺得那裡好像缺乏一些生命的厚度 所以雖然說不錯啦 我同學過得很不錯 但是我是覺得 子訓這個地方好像也滿可惜的 所以我就很急著要秀出我的那張照片 就是這一張 大家仔細看那些紅點的地方 當然不是全部都是我去的啦 是我們系上的老師跟學生 到2015年 這是我當主任的時候調查的 就是說 同學去過跟老師去過麻煩點一下 這些密密麻煩的紅點 可能絕大部分的區域的名字 或是那個燙的面子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秀出了這張我去過哪幾個臉 好 大家想我同學 我想說大家一定非常的羨慕我 而且我還帶一句話說 我下個禮拜又要去印尼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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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的同學就說 你怎麼都去那種地方 聽起來就是一個沒有人羨慕我的地方 所以剛才很多人羨慕那些 有沒有布拉格啊 我也那啊等等 我想你們應該也滿羨慕布拉格我也那等等 那你們會覺得說我怎麼都去那種地方嗎 然後他就說 你去的地方就是我家那個 偷偷攤我家鋼琴的那個人的地方 我說你家的外景棒又會彈鋼琴 這是很棒的一件事啊 我說我上次去你家 你不是一直叫小孩表演彈鋼琴給我嗎 小孩很不願意嗎 我想很多人都學過鋼琴 在某一個時間點 當你攤得不錯的時候 你家有客人 你爸媽 有你那個媽媽就說來來來來 攤一下給客人聽 你就很反感對不對 就覺得你媽很無聊 但是呢 這是常做的 可是當你家的庸人 這個費用彈鋼琴的時候 我的同學是爆怒的 我說你在生氣什麼 他說他不知道 我說你覺得怎樣 你不是喜歡小孩彈鋼琴嗎 他說那是一種非常複雜矛盾的心情 為什麼會複雜矛盾 你為什麼不會去跟鄰居說 你家的費用不會彈鋼琴 我叫他彈給你聽看看 我們不會做這種事 為什麼 可是你會叫你的小孩彈 你可能會因此成為這個模範固局 還是模範是什麼 可是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的同學說那是非常矛盾複雜的一種心情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同學 尤其是新世代的學生群 那種地方是可以學術加分的 這個很多人去參加過這個國際志工 有沒有 國際志工就是要去這種很困難的地方 有一次我在台北一個同學要請我去他家喝笑茶 在台北很少電梯裡面有人聊天的 然後我同學就跟他看到那個媽媽匆匆忙忙的 那匆匆忙忙的過程呢 他就說 我的老師做我的小愛的功課什麼都OK 只缺一樣 沒有國際志工紀念 這個申請學校不利 那老師說 如果是在台灣要做好幾個地方才夠 最好去一趟柬埔寨或是去一趟太北 他說他只好選擇去太北 那太北他非常的焦慮 他說因為太北聽說那裡的水都黃黃的 所以他考慮要請小孩帶一台Britter去做國際志工還是什麼 那我同學本來是興高采練無聊找我去他家喝笑茶 聽到這個媽媽這樣他也想到自己小孩 我小孩都沒有國際志工經念怎麼辦 然後就在那裡非常焦慮 然後我這個客人就好像變得不受歡迎的客人 就早早就結束了我們的笑茶 就是家長都非常的焦慮如何讓學生學術加分 所以那種地方成為台灣這個學術加分的 那大家看一下他們怎麼形容這些地方 可以讓你的價錢更有意義 那是一種貧困的大地落後的部落 可是那裡的小孩都明亮的眼睛等等等 邀請大家一起帶著愛心到那個被遺忘的角落去旅行 什麼叫被遺忘的角落 什麼時候你會有被遺忘的感覺 當我走出那個入境大廳的時候 好多人都很多人群著拍著擁抱他來的人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提著大到小抱的時候 就有覺得被遺忘的感覺 尤其是跟類似的人一起的時候 就有被遺忘的感覺 當全世界排名說台灣誰誰誰進入了世界排名第幾的時候 你的學校沒有你就覺得我的學校被世界遺忘了 當台灣說垃圾的可信是熱門可信 你的戲沒有的時候 你就有一種被世界遺忘的感覺 所以我們新興的移民人口 都來自這個所謂的被遺忘的 被認為是那種地方的 所以這是台灣目前一個大的問題 但是很多人會說台灣人怎麼那麼歧視 怎麼那麼壞 對這個移工移民特別的怎麼樣 但是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這樣 即使我那些同學這麼歧視 但是他們都是好公平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回到一個全球的一個參照 其實全世界各地絕大部分調查起來 90%的人都反移民 都反對移民 但是世界各國都有不斷的移民湧入 也有不斷的很多使用政策 希望更多的移民到他的國家 但是這些移民來到這個社會之後 其實絕大部分人是不喜歡的 好你看這個世界還移民 這是絕大部分的接待社會 比如說東南亞人來台灣 我們就是一個接待社會 我們也不樂見移民 歐洲也不樂見移民 這些絕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不樂見移民 但是移民還是不斷的在流竄 好 那很多的國際移民的研究他也說 一個移民他不樂見 移民接待社會他不樂見 不歡迎移民 尤其這個反移民的情緒在什麼時候會產生 在當某一批移民的數量龐大的時候 或是他的文化特徵跟這個接待社會 就是我們這個接待社會的文化特徵 明顯有差異的時候 常常會引發強烈的反移民情緒 或是反移民主義 右邊這個圖就是在台北車站 我們常說北車被印尼人佔領的 北車被越南人佔領的 這個就是一種image 大家再看這個圖 這是哪一國的國際 越南國際 這個是在台灣某一場足球賽 大家一定很難想像 你的足球場被越南人佔領了吧 這裡全部都是越南人 拿著越南的國際佔你的土地 好 會怕嗎 好像年輕人比較不怕 好 那這個是台灣目前經常看到的現象 從這張圖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非常多的家庭 非常需要甚至依賴東南亞來的這批移工 或是家庭裡面那些媽移民 可是這些看起來 常常他們的報紙就是說 他們都常推著阿公 就把阿公放在旁邊 阿公我媽放在旁邊 流口水也沒有人插 然後自己在那裡聊天滑手機 大家可以試驗一下 你到別的國家去 沒有人跟你聊天 沒有人跟你說話 你有什麼感覺 所以當他走到外面到公園 遇到他的同鄉 他講話其實很正常 好 說他們沒有照顧阿公就算了 常常如果下一場雨 隔天報紙就會起 這是比較早期的 隔天報紙就會起 這些愛聊天的外傭 回家才發現 在大雨裡面推錯了阿公阿嬤 回家才發現 原來有推錯人的 這個常常都是非常負面的一些報道 好事很少上班 但是這樣的事情 其實偶爾甚至沒有發生的 可能都會被寫在報紙上 所以移民來到一個社會 我們今天主要當然是講新移民 主要的議題是在新移民 移民來到一個社會 進入了一個接待社會 他最想完成的或是想要做到的 就是進入一個所謂的主流社會 主流社會是什麼 我們最後一張PPT 我會說我自己的看法 那我們今天看東亞移民在台灣 這麼努力的想要成為台灣人 想要融合成台灣人 學台灣的語言 學煮台灣的菜等等 大家以為說因為這樣的人 所以特別辛苦 我提供一個參照就是 大家如果有空看一下這一本書 叫做偶然生為亞裔人 他是大家可能還 雖然你們很年輕 那也許應該也聽過劉兆璇 這是劉兆璇的辭子 就是劉兆璇的哥哥的小孩 他的哥哥很早就移民到美國 而且他在美國的例行英語家庭 就是絕不講中文 他要小孩完全進入白人主流社會 所以他家裡不講中文 那這個Eric Liu就是劉兆璇的辭子 他後來在這本書裡面寫到 他也非常的努力 就是一個模範移民 亞洲的模範移民就是努力進入長春肯大學 所以他進入了耶魯大學的歷史系 他後來進入白宮成為Clinton總統的文檔 文檔就是專門幫他寫演講稿那類的 Clinton的舊子演說就是出自Eric Liu所寫的 那個很感人的 雖然舊子之後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舊子的時候都有一篇這個非常棒的舊子演說的文稿 就是出自他 但他一直覺得在這本書裡面 他一直覺得他好像已經進入了主流社會 他也覺得這樣 但是有一天他父親到華盛頓DC去找他 他跟他爸爸一起到一個中國麵館吃麵 他在那裡很喧嘩 然後有很多人在那裡 都是華人在那裡吃飯 他在這本書裡面說 這是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在這個社會 感到如此的從容之戰 雖然他這麼成功 但是只有在那個中國麵館 跟他爸爸在那裡吃飯的時候 他第一次感到從容之戰 那另外我們常聽東南亞非常排華 台商要去政府就辦一個排華的什麼指標還是什麼等等 那我們很多老師也會受到這個記者的採訪 到底東南亞這個排華會不會影響台商等等 進入東南亞等等 好 我以印尼為例子 如果他是一個排華的國家 你聽下面這樣的一個對話 我有一次到這個絕大部分來自印尼西加里曼丹的 印尼配偶的家鄉 就是在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 所以我從昆殿進入山口洋 有三個多小時 沿途有非常多的小學 我開始小孩通通都在踢球 幹嘛都在玩 我就說為什麼好像小孩很快樂都在玩 那這個開車的司機是一個華人 他就跟我講說對啊這個印尼小學就是這樣 沒管教沒文明的老師都不在等等 他不會去講社會結構性的問題 這些老師可能很貧窮很怎麼樣 根本沒有辦法養家 所以他沒有辦法教育小孩 然後他就說我們華人小孩 絕對不會進 即使他辦得比較 我們也絕對不會把他送進印尼人辦的學校 或是印尼老師也不會去受印尼老師的教育 因為我們是五千年文明 這個炎黃子孫有五千年的文明 我們怎麼可以被野蠻人教我們的小孩 你覺得這是排華嗎 還是那個排華本身是一個非常防衛性的排華 了解我的意思嗎 其實你是非常aggressive 你在批評所有的印尼人是無文化的 是野蠻的 所以我們先參照一下這個世界各地的 所謂的排斥移民的一個簡單的兩個case 這些移民背後更大的問題其實在於 只有我們的歧視跟刻板印象就是因為我們的不了解 沒有接觸還有很多的想像 還有很多媒體的這個負面的報導 所以我們的社會 看一下台灣現在的社會 有很多地方出現空間被病理化 產生族群格格的現象還有精神受苦 空間被病理化我舉一個例子 有沒有台中來的同學 沒有 有 有沒有去過台中第一廣場 現在叫東協廣場 有 你們會去逛街嗎 會不會去第一廣場逛街 為什麼不會 媽媽跟你說那你怎樣 危險 等一下我會秀一下那個第一廣場什麼樣子 危險 骯髒 那個就是現在週末 都是東來亞移民工聚集的地方 所以那一棟本來有很多東來亞美食 有很便宜的日常用品的地方 大家台灣人不敢去 因為他被病理化 就是一個生病的地方 有問題的地方 有問題的地方 可怕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會去 不會去的結果就是 某一些族群自己生活在那裡 某一些族群自己生活在某一個地方 我們不會 所以你們會去桃園後站吃東亞小吃嗎 桃園後站不會 因為那些也是週末桃園地區移工出沒的地方 聚集的地方 的確啦 有時候我們去明明前面的移工買的那個什麼印尼巴東牛肉飯 他只送他80塊 我們結帳的時候他就寫200塊 對我們很不友善 但是這背後有沒有別的原因 大家可以思考看 就是這個整個空間被病理化 族群隔壁 這個就是一種大家都精神上都存受一些碰苦 什麼碰苦 因為目前人力 家庭人力 因為小家庭人力不足 我們常講說台灣人歧視東亞人 但是其實我常覺得台灣人的害怕多於很多家庭的狀況是害怕多於歧視 為什麼害怕 因為他其實不知道怎麼跟一個文化差異這麼大的人相處在同一個空間 所以雇主受苦 那這個常常被雇主要求24小時幹嘛 他也受苦 所以在整個這個連結大家通通都受苦 這個是台灣我們常講的歧視刻板印象的部分 接下來我要講一下跟今天主題最直接關係的就是 因為台越跨國婚姻 台印跨國婚姻 台飛跨國婚姻 來到台灣之後衍生了很多的相關的問題 台灣為什麼要這麼多跨國婚姻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跨國婚姻 發生了什麼事 人口老化 教育提升 教育提升為什麼會是需要跨國婚姻 我曾經去台灣 昌華的某一個地方去做訪談 就是他娶了一位越南的太太 然後呢 當然這主要的主題就是說 他怎麼會去找一位越南太太等等 他很簡單 他從工廠回來滿身大汗 我先在他家等他 然後太太看到他回來 就趕快去端了一盆那個洗腳水 然後他坐下來就剛開始幫他擦汗 幫他擦汗 然後擦腳擦身體 就讓他變得很清爽等等的 當這件事結束 我問了他這些問題之後 他就很簡單的指著我說 阿不然你敢要嫁我嗎 你知道嗎 我就問他說阿不然你敢要嫁我嗎 他說難道你要嫁給我嗎 你這種人會嫁給我嗎 他講台灣女性根本不願意跟這些農村或是工廠的青年結婚 所以他當然他有傳宗接代的壓力 所以他沒有對象 所以他只好往外 其實這不只是台灣 韓國也非常的多 韓國後來在台灣幾年之後 就一起在競爭越南新娘 那時候非常的激烈 早期還有很多這個韓國的內政部的人 來台灣取經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那個有很高度的競爭關係 還從南越競爭到北越 這是世俗 這是亂講的 你不要這樣亂講 這是真的 好 這個第一個就是台灣的社會結構的一個改變 另外越南女性 為什麼要跟台灣男性或是跟韓國男性結婚 就是很多 當然是仲介的關係 那仲介的關係 是因為很多的台商去到了那裡 所以他知道這裡有很多的女孩子想要嫁到國外等等 那其實他們來台灣經常非常的失望 其實很多的人 尤其是有多念一點書的越南女性 她讀過這個瓊瑤小說 所以她想像台灣的男性都像瓊瑤小說裡面的男主角 整天沒事陪她騎馬幹嘛 可是來到這裡就做了要做這麼多火 所以非常的失望 而且她以為應該都長得像台北那樣怎麼都不是 所以這裡面就有很多的失望 這是越南女性的部分 那印尼的部分 絕大部分不是穆斯林 絕大部分是華人 是客家人 他們來自印尼有一塊婆羅洲 婆羅洲很大 下方是印尼 上方是馬來西亞 這個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 有非常高密度的客家人 所以台灣客家村有很多的青年 他們最希望的就是娶客家人 所以西加里曼丹這些華人女性 想要遠離印尼的很多願意跟台灣人結婚 所以這是兩種不同的 另外還有一種 是在跟菲律賓女性結婚的 現在聚集最多的是在恆春 你知道恆春跟菲律賓非常 跟菲律賓的北部非常的近 當然他們都是滑船來 還是有坐飛機 那部分好像是搭雨船過來的也有 那菲律賓你知道她是天主教 所以她的宗教不太一樣 她是很虔誠的 所以她在菲律賓有一個比較強的社會支持 有教會 同時菲律賓女性她會英文 這個英文在所謂的台灣跟東南亞跨國婚姻裡面 有一個非常奇妙的一個地位的翻轉 那時候很多的這些漁民 娶了這個菲律賓太太之後 也是很大男人 那他們太太會到這個墾丁一些商店幫忙去打工 那你知道墾丁有很多白人 有沒有 白人的觀光客 那這些菲律賓打工的女生 他就很自然就用英文跟這些白人 怪不得聊天 這個老闆嚇一跳 怎麼這個菲律賓 這個叫什麼 菲律賓太太這個來打工的 竟然會講英文 所以他們的地位 因為英語而翻轉 因為他回去之後 他先生也知道說 哇原來他太太這麼厲害 就不敢繼續欺負他 還要把他這個當作這個 然後他太太也很快就說 我不要跟你媽住了 搬出來 怎麼樣 他整個地位就不太一樣了 好 那這是菲律賓 印尼跟越南的台灣跟他們的跨國婚姻 其實在200幾年那個階段 還有一個是烏克蘭婚姻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台灣的 誰跟烏克蘭女性結婚你們知道嗎 那個每天要吃三個便當的 竹客工程師 那時候的仲介費當然遠高於這個印尼越南 印尼越南他們大概在25到40萬之間 烏克蘭要100萬 但是這個仲介就跟這些工程師的媽媽阿姨講了 通常不是工程師自己要 然後這個仲介常常都是找媽媽阿姨 怕兒子結不了婚 他說這100萬很划得來的 因為他們不是經理就是老師 要不然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好像都有抬頭的 只是他們的社會怎麼樣 所以可以跟你結婚 而且他們會講英文 你想想看你雖然花了100萬 但是你的小孩就不用送雙語幼稚園了 在家就有人 所以你就省了好幾百萬了 所以這個就有這種講法 這是一個比較 所以我剛剛講了 我去的地方 我的同學都說那種地方 那不被羨慕的那種地方 那現在台灣主要的新興人口 就是來自那種地方 所以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那這樣的一種就會產生後續 等一下我會講這個 所謂的種族論還是什麼論 那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比較 提出來給大家參考 那就是李光耀新加坡 統治新加坡很久的李光耀 我想這個就沒有人沒提過了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李光耀英明 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向第一世界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很厲害 他很厲害就是在某一年 他還提出了一個政策 他說因為新加坡現在很多高知識女性 不生小孩或是生太少小孩 導致新加坡的人口素質降低 所以他要補助這個有上大學的 各位都在堂補助的範圍 有上大學的這個女性呢 生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 加倍補助 我已經忘了那個補助的 反正是很優惠就對了 但是沒有上大學的呢 很抱歉我也補助你 但是補助你結紮 他曾經提出這樣的一個人口的政策 很恐怖吧 當然他講 而且是在國慶日的時候 當然演說裡面講出來的 這個是可以找的 這是亂講的 所以這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國家的政策背後有很多可怕的 當然後來遭到很大的通緝了 好 那這張圖呢 我就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台灣對 或是李光耀講的這些 沒有上大學的他要補助結紮 這是我的一張 一個學生他去出田野 這也不算田野啦 這裡面有一個故事 就是他想要深度的去了解 整個仲介婚姻的過程 大家知道台越跨國婚姻 他有一個很令人不舒服的事 這個台灣男生他就是躺在 斜躺在一個蠻大的一個大椅子 然後他一次可以 最多我聽說他一天看300個女生 因為他一次可以看就是一人對多人 像印尼他就只能一人對一人 他不會讓你一個人看 然後從這裡面挑一個人這樣 你可以看到絕大部分的女生 是來自非常困苦的地方 其實他們都在所謂的三角洲 越南最南部的所謂的下六省 是最貧窮的地方 絕大部分又因為氣候變遷 很多地方沒有辦法種植東西 所以他們必須要移民到都市 甚至到國外去 所以這批人就是來自 但是你看那麼遠 主要的這個相親的地方都在胡志明 是那麼遠 甚至先生怎麼來 所以會出現養新娘的地方在胡志明 所以很多人會去鄉下載女生到胡志明一個 一個也是仲介 但是他就是專門訓練他成為跨國婚姻新娘 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越南的那個街道在2000年幾年就大量出現這個婚紗產業 非常的興盛 那因為需求非常的大 在2000年前後這個需求非常大 本來這個要來台灣都要簽證嘛 即使你結婚你還是要簽證 所以為了應付這個大量的人口 所以就舉辦了 這就是我自己拍的了 不是學生 這是我自己在現場 這裡面每一次100個人一起簽證面談 你想100個人怎麼可能簽證面談 一定是他主要都講什麼 就是一個台灣住在胡志明市的一個代表 他就上海講 你們要好好的當台灣好媳婦 好媽媽 要孝敬你的公婆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不要亂花錢 等等 他要會煮台灣菜 這是什麼 讓你的先生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最重要的一個什麼 如果你不會煮台灣菜只會煮越南菜的話會怎樣怎樣怎樣 這個就是我在那裡聽到的簽證面談 但是後來因為這個需求這麼高 所以大量 1999年第一次開始這個group interview 到了2004年 因為每年的人數非常的大 所以到2005年之後 他又恢復單一面談 恢復單一面談就是你速度要降低 不要讓你一年進來這麼樣多的人 而且那時候你知道這個簽證面談 很多的立委什麼都在競爭說誰趕快讓他 這背後還有很多的politics在裡面 好 那這個恢復單一面談之後 主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猜一看 那時候就傳說很多都是假結婚、真賣淫 所以透過簽證單一面談可以 這是一個男的一個夫妻 其實他們結婚了 那他就是要問一些問題 來知道他到底是真結婚還是假結婚 大家想像一下怎麼去 你是簽證官 你怎麼去了解他是真結婚還是假結婚 想一下你會問他什麼問題 我在那裡記錄的問題就是 你要拿出你的一起出遊的照片 有沒有手牽手啦 還是怎麼樣出遊照片 有沒有E-mail往來 你知道在2000年的時候 在越南下六省 E-mail這樣的東西是 你覺得這個就是面談官的 對當地非常不了解 雖然他駐紮在越南 還有有沒有很那個的情書 你知道這兩個人是語言不通的 怎麼有情書 還有男性的這個財產證明 你有沒有房子 然後你沒有房子這個恐怕不行 這個是就是說你要有相當的經濟能力 他才認為你這是真結婚 你覺得豪滿跟豪滿的結婚都是真嗎 所以他是建立在中產階級浪漫愛的 那樣的一個想像上面 他覺得你應該要那樣 所以才會是真結婚 你們應該快要到那個階段了 可以讓同學幫你檢測一下是真來解婚 好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有很多的修入 包括這個女性到之後 他還會要經過身體健康檢查 這個身體健康檢查也成為仲介常常 在廣告 這個我就不放在這個PPT裡面 他會講說保證處女 如果不是處女什麼都會再換一個給你 然後還有可能是保證會生等等 我想說這個仲介也太厲害了吧 比婦產科醫生那個還厲害 保證會生等等 後來當然這麼多的移民進到台灣之後 我們也開始看到整個地景開始變化 有很多的地方也會出現越南美食 印尼小吃 泰國美食是很多 對我們年輕人就滿接受的 像這個是小吃店 他們來很多都是很羈奮的 其實都是正常人 一般人 過著日常生活 就在這裡做小生意等等 那這個是到2015年8月很抱歉 我沒有時間update這些 各縣市這些東亞移民的人口數 如果你在哪一個縣市 你可以看看 其實有一些縣市是超過10萬人 所以這個數字很高的 我在台北上這個我們系的在職專門 很多中小學其實他的班級的二代人 所謂的新台灣制止的人數 是高於台灣土生土長的這些人數 那台灣對這一群透過仲介來到台灣的 所有人的印象裡面 當你還沒有接觸 你只是想像這一群 你都認為他是壞女派 為了且 即使越南的相關的文獻 還有台灣很多的interview等等 就是學術上的interview 都會或是你到尤其到市場去 你聽到那些阿婆媽媽來講這些 都會覺得這些都是為了錢 為了什麼 那即使他們都是為了錢 這個尤其在我自己的interview裡面 他們是為了爸爸100美金的債務 就答應中介結婚了 他為了解決爸爸的債務 有的是為了讓弟弟念醫學院 讓家庭翻身 所以這裡面是為了錢沒有錯 但是這裡面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勇氣 他的勇氣還包括有一個越南學者自己 應該是越南學者在還是美國學者 我忘了一個文獻裡面記載的 越南女性的特質 這個在台越跨國的婚姻上 我倒是看過這個實例了 他說美國有一個傅優醫院 到胡志明市的傅優醫院去參觀 然後到了產房的時候 那個產房大概有這麼大 那個越南胡志明市一個公立院長 然後那你排列了密密麻麻的那個 那個待產式 他待產的婦聯 然後每一個就是那個 你去急診的時候 讓你躺在上面的 每一張上面大概都躺 二到三位 那個待產婦 然後這個美國的 因為他是不同產層 這個美國的這個musitor 他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他那裡只有電風扇 但胡志明市通常是非常悶熱的 他為什麼這裡面一片寂靜無聲 那你就想 他不太可能都打無痛分別 不太可能 為什麼這樣寂靜無聲 有的明明都已經到某一種產層 你們看電影也知道 那個婦女在採訪 即使一個就夠了 就想撤雲霄了 後來這個胡志明市這個院長 他就很不好意思跟他做 因為越南女性從小就學會忍賣 還沒有忍 不可忍的碰 所以這種為爸爸一百塊的債務 為弟弟讓上一決運 對他們來講是很容易 所以他你在訪問他們的 最後他都會講 就幫他們一下 那個一下你聽起來是非常的輕 他們自認為自己的生命是非常的輕 那就是說他們雖然是絕大部分人口動的壞女孩 但是其實你看到他的很多的故事 其實他是家裡裡面的好女兒 可是越南人 越南社會怎麼看待他們 2002年 我接待了來自胡志明市 倫文社會科學大學的校長 跟東南印度中心主任 因為那時候是台越跨國婚姻的高峰期 他們也想來台灣瞭解 所以我當一個接待人 我在埔里就是剛才那樣的一個 類似的小埔里的小吃店 比這個小一點 那我就包了那個場 然後我們系上一些越南學生 還有其他老師一起陪他們 然後這個小吃店當天中午 他也關掉所有的生意 去找了其他的外籍配偶 一起來煮這個中餐 來招待他們這個校長跟中心主任 那你們知道 從小吃店是從外面走進來 那個主是在門口那邊對不對 從走進來吃完這一餐到處去 這兩個校長跟主任 從來沒有跟他們講過一句話 他們為什麼沒有跟他講過 我認為一句話 後來經過我們越南學生的翻譯 他說因為他們才走到門口 就聽到他們用粗俗的越南語言交談 所以他不想跟他們講話 他們果然就是越南社會大家講的 最沒教養的一群女孩子 聽得懂嗎 就是說他根本不屑跟他們講 他說這是越南國齒的輸出 這一批女性到台灣到韓國 是越南的國齒輸出 我們知道就像剛才前面 其實他們都在做生意 在養育小孩 很多人遇到老師都會一直問 他們的小孩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才能夠讀書厲害有禮貌怎樣 他們是在盡一個媽媽的責任 在盡一個家庭經濟的責任 可是在社會不管在越南在台灣別人的眼中 都是這種很糟糕的女孩子 那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這個校長後來跟我們開完會還講說 我告訴你們 你們就趕快去跟你們總統講 禁止越南女生繼續嫁到台灣來 否則你們台灣的人口素質將快速的降低 因為他們都來自什麼 大家要想當他們講這些話 你要記得台灣60、70年代 很多農家的小孩是沒有機會唸書的 但是很多農家的姐妹 也讓很多的兄弟去唸醫學院後來翻身 現在家庭就不一樣 經濟階級不等於它的素質 可是在越南社會也是這樣看的 只是台灣社會因為今天不一樣了 好像比較進步了 所以呢 我們期待的是看見什麼樣的媽媽 這是在美國一個媽媽 華裔母親寫的這個什麼 胡媽 她就是大家的胡媽 我在小孩小的時候 我只能帶她去學游泳 我覺得那個環境太壓迫了 為什麼嗎 為什麼你知道嗎 有一個媽媽就帶她的小孩在那游泳 游得很快 我小孩第一個看到人家游那麼快 就有點自卑了 第二呢 她媽媽只要她游到那個暗的時候 就舉一張牌 CAR 叫她背起來 背完之後再回頭 然後媽媽又從那邊跑到這邊 來 TIGER TIGER 小孩游到這邊就背一個 這裡游到那邊就背一個 我想說 我小孩不能在這樣的環境 學游泳 一年都不RELAX 這個就是胡媽在去年 可是台灣 現在的媽媽 這裡面可能都有你們的媽媽 要你學鋼琴 這個才是成功的 還有養一隻狗也很乖 有沒有 反正這個就是一個台灣希望 變成那樣的一個想像的 好的家庭 所以我們看到 絕大部分來台灣 這些跨國婚姻的婦女 跟胡媽的形象距離這麼遙遠 當然她會非常的焦慮 不管是剛才我講的 社科院那個校長提示台灣人的 他說當你的人口數值降低 台灣的經濟馬上就降低 他還講台灣的經濟奇跡美了 請問台灣還剩下什麼 聽了你會覺得很生氣 台灣只剩下經濟奇跡跟經濟而已嗎 可是別人眼中看我們跟我們看別人都一樣 都只看到別人的物質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官員也講 類似越南校長的話 外籍退募不要生那麼多 我不知道當有一個人叫你在台灣 女生最大的壓力說你怎麼還不生 怎麼就生一個 怎麼就生女的等等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叫你不要生那麼多 然後不要生那麼多的原因是 因為絕大部分生的是遲緩兒 我們說念醫的是好像是最精明 最聰明的醫生 但是有的是我在研討會 也是在200幾年這個最多新生兒出生的 他們開了一個研討會 我去參加這個研討會 有一個屬立醫院的主任 他就秀了兩個data 說台灣家庭出生的遲緩兒 比例跟越南、印尼這些外配生出來的遲緩兒的比例 就是東南亞的遠高於台灣本地婦女生出的遲緩兒 我就問他說你不覺得你這個 這兩個的對照有點怪嗎 我們知道台灣跟東亞的跨國婚姻 絕大部分是跟中下節省 這個經濟會影響整個人的健康等等等 你用整體台灣有經濟水平比較不好的 中等的、高等的 你把這些人的平均來跟 絕大部分是中下階層的人的平均 這是合理的嗎 他好像想很久也覺得想不通 我就覺得你真的只會念書而已 非常的糟糕 所以右邊這個就是當時針對台灣的教育部官員講的 外籍退路不要生那麼多 就有人出來 就是說我不是遲緩兒 其實你們知道最近台灣報紙大事報導 一位新二代在台南 他考上了台大醫科 第一個他先用保送的 因為他是二代等等 後來他自己不要 他說他要透過自己的考試 所以他就透過考試 考上了台大醫科 這樣他才願意 就是說他不要人家認為說他是二代 所以被保送的 他就是要用自己的能力 所以這個不是遲緩兒 我想他看到過去一定會很有感受的 總之這個就是一個人口素質論 那我還是要回來講說 我認為台灣的人沒有那麼的 不是真的那麼壞 就像我剛才講的30年同學 我的同學都是好公民 好媽媽 好老師 好什麼 包括我走路常不走人行 大王還是班 現在好像都要拉回來 說你這樣怎麼當大學老師 這樣不行了 就把我抓回來 怎麼樣 所以他們是個好公民 其實為什麼他們對東兩這麼的 要說歧視 在很多的疑言裡面的確是歧視 可是 就像剛才越南這個校長講的 台灣的經濟奇蹟 其實是成為我們很重要的 包括我們重要的認同 就是我們怎麼樣成為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成為一個先進 進步文明社會這個認同 所以當有一批 我們剛才講 會引發很強烈的反移民情緒是 有一批他的文化特徵 而且是大量的進到這個社會之後 我們會害怕 其實我們最害怕的 在我的interview裡面 我也常看到 所以他不是真的歧視 他會不斷的重複 類似那個校長所講的 那我們台灣還剩下什麼 一直講我們台灣還剩下什麼 如果我們連經濟 人口素質都變換了 我們才不斷的培養出這麼多虎媽 虎媽還要教育我們下一代 成為虎兒虎女 可是有這樣的人進來 我們台灣真的會比別人 所以這是整個我稱之為 遲到現代性追逐下面的一種羞辱跟主義 其實他害怕的是 他現在所擁有的status 他的身分地位的降低 但這個身分地位是跟國家 這個身分地位是有關的 所以你的Line常會說 你不要再吃韓國泡麵 不要再買Samsung 不要再買什麼 因為他們是韓國貨 我快要比韓國差了 然後不久早就比韓國差了 怎麼樣 其實這個是我們要有一個反勝器 當我們變好的時候還是怎麼樣 其實這裡面沒有真的進步落後好壞 其實這只是存在差異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幾年前我們才在講這個 外景配偶不要上那麼多 忽然現在大家可能都感受得到 全國上下 我在教育部廖老師應該也常在教育部 開類似的諮詢會議啊什麼 就是有關新南向的諮詢會議 跟教育有關的 跟經貿有關的 不斷的在找尋新住民 找尋新住民二代 這是南向的尖兵 這個說法好像從 齒華爾變成國家的希望 這是一個劇烈的轉變 好像是從負面轉向了正面 看起來像是正面 但是我常常覺得 這是現信一鳴跟他的子女於不易 讓大家看一下最近報紙出現了 什麼娘家外交母舊外交外公外交 這在講什麼你們知道嗎 就是要培育這些從東南亞來的母親 剩下來的小孩這些二代 因為你有越南的學童 有印尼的學童 有福利賓的學童 所以你是未來的外交人才 我要好的培育你成為外交官 所以專門一筆經費來培育你們成為 所以這個叫外公外交 母舊外交 娘家外交 這個我在教育部部長喊了一百次 也沒有人理我 非常的疲累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 我從小生在這個日本家 日本父母堂又日本交談 那我有這個學童 我有這個文化 那我是不是應該成為日本外交官嗎 台灣駐日的代表嗎 我對日本一點感情 一點興趣都沒有的話 那你還要一直叫我去當日本外交尖兵 這也是很奇怪的不是嗎 還有這個補助這個二代搶貪東南亞 新南向建民 然後就趕快再密集訓練他們的語言 然後給機會讓他們回到東南亞 去了解很多的事情 這個計畫叫做起飛計畫 這某一個學校的橫幅首頁出現的 這個很高興的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計畫 這個叫補助弱勢計畫 你知道所有的新住民二代 不管是考到紀大東南亞學系 考到什麼學系 他們是一樣透過這些考試途徑 進來這個系列 但是這個補助計畫 他進來之後 如果你是印尼新二代 越南新二代 我補助你一個Tutor 特業輔導者 幫你這個你的課業 我在想他跟隔壁的同學 而且隔壁的同學 都一樣這樣考進來的 為什麼你要補助他 他到底差在哪 他為什麼變成弱勢 所以這些補助讓人家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或是貼標籤 這是很明顯的貼標籤 他同時也會帶來本地生 因為譬如說有補助讓他回外婆家去探訪外婆 台灣學生大概有 譬如說在埔里巨大 他要回去台東你知道多遠嗎 他要繞這樣 要不然繞這樣都很遠 或是回到花蓮都很遠 最後一步也沒有補助他 回去看阿公阿嬤 那不重要嗎 也是很重要 但是就是因為你阿公阿嬤 如果搬去越南可能就會得到補助 但是沒有 所以這個新二代當然會開始覺得不滿 還有經貿兼兵也是 如果你是新二代我是補助 你可以參加國貿局的什麼intensive course等等的 這個當然會造成新二代的一種不滿 所以現在我們外婆小時候會加1.25%的台灣同學 這個當然我真的覺得我很累的去抨擊了很多的人 得中很多的人 所以現在我們有在來帶蠻高興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這樣的努力還是不夠的 因為這樣的政策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存在 好 所以我們看到剛才好像用政策來補助他們 肯定他們的potential這個潛能 好像是一個正面的東西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一種 還是把它當作一個南向 為了南向執行南向的一個慾望 我要講這不是任何一個政黨 每一個政黨每一個政權都做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的富權的意識 看到的經濟的利益 在這整個樂數的背後 所以這個新二代這樣的重新命名 不見的是一件好事 它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認為它就是我們的話 你就不會特別去想你要命名它什麼 你就是它就是你的同學 它叫什麼名字 不過台灣圓巡年輕人 他也在做一些促進台灣認識東亞文化 促進從這個文化對等中去蓄積一些真正的文明的能量 包括四方報、望劍書堅、燦爛時光140 140是政大的學生 那前面三個其實跟我們說 我們系上培育的學生是有高度相關的 還有一個1095在台中 還有近日季大在SEAT 就是台中的第一廣場 剛才有同學說他還是台中台中的第一廣場 我們進駐在辦一些網燈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些照片 也很歡迎同學來SEAT參觀 這是四方報說的一些事 大家可以上網這個都是FB 可以上網去看看 我要先說明一下SEAT這個字 SEAT這個字的意思是SEH是東南亞 我們通常英文的一個縮寫就是SEA T是台灣的第一個字 所以我們把它合併起來 SEAT其實就是希望說我們給移民一個位置 一個椅子一個位置讓他可以坐在這裡 這當然是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很多的文化活動 讓大家更了解東南亞的文化 所以SEAT主要都在辦理 東南亞的文化理解的活動 那我們也執行了一個搖滾比拉蜜的計畫 這個比拉蜜的意思就是前面這個有一個 這是台中的第一廣場 這就是周六周末很多東南亞移民工聚集的地方 所以很少台灣人進去 那前面這個金字塔就是東南亞移工他們 跟朋友約見面的地方 他們叫金字塔他們叫比拉蜜 所以我們把它翻成比拉蜜 所以那個詞就是指這個 比拉蜜就指這個三角這個金字塔 那搖滾是什麼意思 搖滾就是搖滾越去 他是從美國南方黑人慢慢進入城市到北方 很多的白人中上階級慢慢喜歡搖滾越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跨族群跨階級的意義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一些跨族群跨階級的活動 來改變彼此的一些疏離跟不理解 那大家看一下第一廣場的一個像 就看一下圖片好了 第一廣場那些周末的被佔領的廣場 他就在台中火車站進來走路五分鐘 我的助理說要走七分鐘 我保證五分鐘的金字塔 那這是我們進去前 台中市政府他給我們一個空間 那進去前這個整個大樓某些地方的狀況 這個就是為什麼家長說 或是說台中人已經不再去的一個原因 就是陰暗髒亂毒品 就是一個被病理化的空間 那其實這是某一些樓層沒有在使用 我們是有不同的系數的老師一起進去 那當然我用了一些不好的那個 就是為什麼去邀請知人系 為什麼邀請外文系 外文系就是我一開始講的那個暴復 你看你們今天外文系 就是因為你們不了解這個對東南亞這樣 所以我們要改變你們 要重新認識東南亞 那知人系呢 因為心理智商它需要跨文化理解的能力 如果你沒有跨文化理解的能力 你以後怎麼面對這些行為 所以我們一定要邀請知人系的老師 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情況 國際系的老師學生也是我們希望拉進來的 因為國際系的主任跟我講 絕大會國際系的學生不願意去東南亞就業 即使那裡有比較好的工作機會 因為他們對那裡不熟悉會要緊 那我們跟地方團體有一些合作等等 那這個是慢慢我們在這個 透過這兩個SEED跟亞文避難民計畫 慢慢在台中整合的一些社會團體 周邊的團體形成一些風氣 理解東南亞文化的風氣 這是我們開測的課程 我們這些課程都是 有一些是在東西廣場開課的 然後可以讓民間讓周邊的宗教學等等來 老師一起來上課 那這些是我們舉辦的活動 都在東景廣場舉辦的活動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商場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做在大爐裡面的無形 這個文化市場的調查 這是老師們做的 有關這些program下面的一些成果 那我們同時建造了一個小廚房 這個廚房叫SEED 廚房 那是跟一個街區實驗室的人共造的 也有很多小朋友 他們是這個大樓裡面的商家的小孩 他們會常跑來 他媽媽可能不會來 但是你看小孩的眼中 是不會去分這是什麼的 然後就很自然會來這裡 吹冷氣、畫畫等等 這個是文化活動 還有電影欣賞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把場地借給一些宗教 那最後這一章是一個印尼移工 叫Pinky 他做的捏面人 他是在台灣放假的時候 跟台灣一位捏面師父學的 他所捏的都是他懷念的印尼的image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也就是說他在台灣 他接觸台灣人、接觸台灣師父 所以他用他的作品讓台灣人了解 看到印尼 那最近我們一位老師 也帶了久的學生跟這位Pinky 回到他的家鄉 去了解他出來的地方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互為主體的一個過程 那最後我想說我們歡迎大家來SEED 那一開始我有講到說 每個移民都很想快速融入主流社會 但是什麼是主流社會 我自己認為主流社會就是 你在一個社會可以衝容自戰 你就是在主流社會 如果你不是你就不在主流社會 所以我們希望社會更好 就是讓每個人好像都可以衝容自戰 謝謝